英国打了中国一个措手不及 两家中企威胁国家安全 原来是给美国的一份大礼 各位好 欢迎来到这一段观察室 英国内阁办公室声称 将要求各政府部门从敏感的政府厂所 拆除中国制造的监控设备 而早在去年 英国政府就已经要求各部门停止 在敏感建筑安装中国制造的监控摄像头 现如今英国政府进一步采取措施 直接宣布从敏感的政府厂所 拆除中国制造的监控设备 给出的理由又是威胁国家安全 当真是这样吗 而英国方面已经不止一次的炒作污蔑中国了 可哪一次英国又拿出证据来呢 所以他从来都是口头上说 线下英国方面虽然没有提及企业具体的名字 但根据相关媒体的爆料 英国这次一声令下针对的全球两家最大的监控摄像头制造商 是海康威视和大华公司 关于这两家公司其实印象是很深的 因为在之前英国一些政客为了紧跟美国的脚步 就曾动用了国家力量打压这两家中企 当时有超过60名英国议员 以所谓的人权问题为由 希望英国政府能够禁用这两家中国企业的设备 同样所谓的指控不过是英国政府编造出来的而已 只是为了打压中国企业 而海康威视就发表了一份声明 声明中明确表示 该公司整个业务运营中都尊重人权 而大华公司也发表过类似的声明 然而就是这样 英国方面显然也听不进去 就目前来说 还是执意要对这两家中国企业下手 而当然要是英国能听进去 那就不是美国的忠实盟友了 我们前面说英国是为了讨好美国 那现在在我看来 哪怕最后这个编造理由被戳穿了 证明中国企业不存在威胁国家安全 也不存在不尊重人权这些问题 而英国依然会硬着头皮 对中企进行遏制打压 所以可以说他的做法 是对美国的一个效仿 要不怎么说 是美国的忠实盟友呢 跟了美国这么久 必然是学到了一招办事 尤其是在污蔑抹黑这方面 然而抛开其实美国的忠实盟友这一点 其实对于英国的举动 也并非出乎我国的意料 而在这次英国之所以决定 拆除中国制造的监控设备之前 英国首相苏纳克就曾表示 希望能够与美国总统拜登 建立密切而又坦诚的关系 7号和8号 苏纳克访问美国首都华盛顿 此番前来呢 除了要消除前段时间 两国之间的一些紧张的迹象以外 也是要进一步向美国释放 英国永远站在美国这一边的信号 美国是他们最亲密的伙伴 从保护人民安全到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 他们都是彼此的首选合作伙伴 是苏纳克在一份声明当中提到的 所以足以看出 其对于攀上美国这棵大树的 积极和迫切的心理 而在说完这一番话之后 英国就决定对中企动手了 一定程度上 这不像外界所言 是打了中国一个措手不及 恰恰相反 他是说到做到 出于想要与美国建立更密切的关系 所以他通过对付中企 给美国送一份大礼 可就如外交部此前表态那样 中国政府将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言下之意 我们必要的时候 会对英国进行对等的反制 让英国知道与中国作对的下场 而致此与中国对着干 英国等同于是在切断自己的后路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点赞转发 留下你的精彩评论 谢谢观看